意外發生後旅遊巴的車頭微微地剷上路中心的草叢 近旅遊巴左邊車頭的地面有血跡 星期六早上11點多 這一部屬於迪士尼度假區的穿梭巴士 載著大約50個乘客 沿迪士尼神奇道往公共運輸交匯處方向行駛 期間碰到一個踩單車的女人 她一度被困在車底 頭部受傷 又救援人員將她救出 攝氏62歲姓洪的旅遊巴司機 事後通過酒精測試 在現場協助調查 而剛巧得那麼巧 都是姓洪的38歲女傷者 就由救護車送往馬嘉烈醫院治理